12月23号某年度盛典在北京水利坊举办 汪涵谢南担任盛典主持 阿舍卑鄙、蔡徐坤、关晓彤、江书颖、李一峰、罗志祥、吴亦凡、杨子、周冬雨等纷纷盛装出席 共同参与年度最受关注明星这项荣誉的人气角逐 蔡徐坤作为过去一年平台人气飙升度最高的青春偶像 当选了年度偶像人物 而一年三破世界纪录的奥运冠军短道速滑运动员五大镜也荣获年度体育人物 潮谋西梦瑶由于高关注度、影响力和商业价值入选年度时尚人物 吴亦凡、杨子则获得最受关注明星 此外吴亦凡还以横跨影视、音乐、综艺、时尚等诸多领域的出色成绩 和安设baby杨颖一起获得年度全能明星荣誉 现场她分享了未来的工作计划安排 新的一年就是继续这个自己喜欢的事情 获奖的杨子也表达了内心的感受 我觉得是因为可能今年相密大家还就是看的人比较多吧 我觉得对我是一种鼓励 对 所以拿到这个奖很开心 希望明年可以继续努力 佟大为、管晓彤因积极参与社会故意实践 获得年度号召立明星 冯苑珍、张凯莉获得年度榜样演员 雷佳音、周冬雨获得年度实力演员 李一峰、任素希获得年度爆发力演员 沈腾、江书影获得年度魅力演员 张静、赵涛获得年度品质演员 冯玉畅、文琦获得年度潜力演员 网网新闻 idle们都好优秀呀 发 打赏